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端午节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的内涵 花莲市幼儿园特别的举办了包粽子的体验活动 但今年包的粽子可不是拿来吃的哦 而是由专业的老师的带领之下 小朋友透过手作的教学 做出粽子造型的手工香皂 市长魏佳贤也特别的来到现场 和小朋友们体验手作的乐趣 并制赠每一位小朋友们一个香包 让小朋友们都相当的开心 手作老师小心翼翼的将造意倒入模具当中 小朋友随即拿起酒精对起泡的地方喷洒 花莲市立幼儿园师生在16号提前庆祝端午节 现场除了由老师介绍节庆的由来外 还有好玩的粽子手工造DIY活动 让小朋友体验到另类又有趣的包粽活动 凝固了都会凝固 然后才可以倒下来 不然如果你有放冰块不会黏 会倒很久 这次的活动是邀请到吴云成老师来教小朋友做香皂粽 但大多数的小朋友都是第一次体验做手工皂 显得相当兴奋 市长魏佳贤也来到现场和小朋友一起动动手 体验手作乐趣 在端午节的前夕我们花莲市立幼儿园也办理相关的课程 那跳脱原本的一个包肉粽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用更不一样的像是手作的一个小物 这次是手作香皂粽 那我们给大班的孩子体验一下如何去制作一块肥皂 那肥皂又有端午节的一个肉粽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体验手作跟亲子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些家长有到现场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关系 让孩子了解到手作如具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手作任何的东西都必须有它的一个过程 那对于孩子来讲脑部的启发 手部的启发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小朋友在指导老师的教学步骤下 将一颗颗相造种逐步完成 随后市长还准备了端午香包 为每一位小朋友一一挂上脖子 希望能趋吉避凶 保佑小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健康 快乐长大 端午节快乐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